综合格斗之夜 接下来大家看到这一场 中国对日本女子56公斤级比赛 我们首先有请蓝方的队 来自日本 延田沙野家 日本の投票から来ました 杨田大和です 杨田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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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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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谦杀野家26岁 一米五六三高 2005年第31届日本全国比赛 66公斤级冠军 2007年 AACC ADCC 女子55公斤级冠军 严谦杀野家 接下来有请本场比赛 红方唐金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东方荣誉 国际国际俱乐部的唐金 上次没能进入真武的铁龙 我很遗憾 这次针对的是一位日本柔术高手 他的地面技术非常好 他曾经是修斗冠军 有很多冠军头衔 对此 我与教练对他做了大量针对性的准备 希望这次我能取得胜利 也希望朋友们继续为我加油 我是唐金 他们的秩序 使努力ğu不干扰 从中国 掌聲換物流行 扛槍玫瑰 扛進 比賽現在開始 觀眾朋友 現在我們是在北京工人體育館 為您轉播的是武林峰 真如中所博物職業的一場女子武獸精度比賽 同方是唐靖 而她的對手是來自日本的鹽田刷野家 現在剛一開場 鹽田刷野就用自己出色的投摔技術 把唐靖放倒在地上 唐靖進入地面以後 想進行一個端頭台 但是失敗了 鹽田刷野家這位選手應該給大家多次重視一下 這位選手是2007年世界最高降服賽的冠軍 剛才唐靖進想用一個十字褲 被對方逃脫了 對方給了一個西褲 西十字褲 這個動作很危險 現在應該坐得非常深了 這位唐靖進 是不是要拍 是不是要拍 太快了 太快了 唐靖進的膝蓋應該受傷了 西十字褲 西十字褲 南方車 技術太新鋪了 有請三點嘉賓 西十字褲 北京亞西亞成為 董事長 鄭志強先生 這個動漫動作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對 西十字褲 西十字褲 太深了 這個西十字褲絕對做得太深了 哦 太危險太危險了 唐靖進還要躺一下 對 第一次見 唐靖進拍認輸了 對 大使的 還有一場へ 演出是 宣傳的 這應該是在武林風第一次 輸掉這樣的比賽 對 所以我觉得非常遗憾 因为我还有好多技术没有发挥出来 但是对手呢 他的这个基战术呢 运用的非常好 所以应该说 我很开心的遇到这么强的对手 因为之前我对他了解的资料呢 就是他的地面技术非常好 非常好 但是应该说我这次的战术上 还是有一些问题吧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 金星啤酒冠名的武林峰 这里是WRF与真五的再次合作 在北京公体面里呈现 MMA综合合作之夜 下面您要见到这一场是 真五八十公斤级的冠军挑战赛 那么是由来自波兰的 马特乌斯皮克斯来挑战真五八十公斤级冠军 来自巴西的马克斯苏扎 那么首先我们又请挑战者 来自波兰马特乌斯皮克斯 那是习习习近平 马托乌斯 迪克斯来自波兰 20岁 1米85 身高 那么MMA战绩是 发展全胜 其中四次KO对手 请大家掌声欢呼地送给挑战者 来自波兰 马托乌斯 接下来有请振舞80公斤级 这样的游泳者来自巴西 马托乌斯 Hey guys, my name is 马托乌斯 I'm here again in China I'm so happy to fight with you again Thank you for the opportunity Last year I am the champion for real fight Tomorrow will fight to keep my belt I plan so hard to give my best tomorrow I know I have many people believe me My family,my students And because this I can do to be champion I respect my opponent But I can do to My family,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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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y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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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y,my family 我愛你 中午格鬥 中午格鬥大賽主席 三天忠耀先生 暫時保管 马克思索拉这条金鸟袋 这条金鸟袋 由组委会先 暫時保管 胜利者 将拥有它 比赛 现在开始 现在我们是在北京 共产体育场为您转目的是 武林峰真武综合 枝叶的一场 男子八十公斤级的冠军挑战赛 挑战者是来自波兰的 马特乌斯皮克斯 如果他战胜了巴西的 马特乌斯苏扎的话 那当然拥有这条金鸟袋了 是 这是我们今晚的最重重头戏 马克思索拉在 real one的时候 战胜了三名对手 拿到了冠军 而马特斯在那场比赛中 因为肩膀受伤 所以放弃了 当时拿争夺冠亚军的机会 而在real walk 2的时候 干掉了金大焕选手 然后现在 马特斯要夺回这条 认为属于自己的金腰带 来个飞气动作 上头 我们知道马克思索拉 是世界级的柔术选手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 他的打击技术 现在他在展示他的打击技术 我认为 马克思索拉进入了自己的领域 开始就是爆摔 爆摔 马克思索拉在我采访的时候 他说 我都知道我的柔术很好 但是我会给大家另一个惊喜 大家看我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惊喜吧 果然是非常惊喜 是这个开场 是很惊喜 我们都很惊讶